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 波索忍受不了了 向导演提出抗议 导演只好无奈 拿起电话连夜拨通一位女演员电话 常我们走来的这位美女是 哇 美丽要付出代价格 这帽子不好价格 原来是女神张晶宁 女神不光温柔贤惠 还很体贴的给我们每个人员发放了亲自带来的点心 女神模仿起刘涛老师也是有模有样呢 才一双心琴琴说话样样精通 撒起娇玩还是那么的可爱 看得出波索心里已经想问问状了呢 刘涛女神在得知了整个事件以后 气氛地冲到了她们面前 难道这是要救一场心风血雨吗 赶走了波索之后 刘涛女神和张晶宁女神两个人有说有笑 她们晚而在不亦乐乎 喂说好的内栋呢 真是一对好闺蜜啊 此时只留下孤独的波苏 一人在风中凌落